今天整體的狀況 這個投票率好像還蠻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這幾週以來 然後到昨天晚上的最後的大團結 那到今天早上的天氣晴朗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基隆市民對於基隆的信心 然後對於守護基隆的決心 那大家都站出來投票 為了自己的權力 為了自己的權益 也為了守護自己的家園 我們感到非常的感動 而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 整體的投票率 從這個中午突破三成之後 那因為今天的天氣特別好 所以在下午兩點的時候 一舉跨過四成一 往四成五 甚至是五成來邁進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 所有的基隆市民 真的很期待這場發明案 能夠在今天劃下終結 開始迎向基隆一個新的未來 而我們也在這邊要提醒 所有的不管是賴總統也好 林又昌秘書長 如果這一種罷免的方式 想要在明年複製大罷免時代的話 今天我相信基隆罷免案的結果 就會告訴賴清德跟林又昌 這是不可行的 今天主席沒有害他自己的 在另一地來關心基石的選情 主席的話其實一直都有在關心基隆 不管是昨天陪著謝國良一起淋雨 然後跟大家一起團結 那到今天呢 他也是先會在我們的黨中央 來去關心開票的過程 那今天呢 我們特別邀請這個 國家專制研究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林濤 還有公民黨發言人 黨中央跟地方一起新聯心 一起團結 然後來關心這個開票的結果 就是希望能夠好好的守護基隆 所以今天就是會把這個明年有可能 會出現的這個罷免潮 今天這個第一張股牌會守下來就是 我們盡待基隆市民給出來的選擇 我們從昨天晚上這麼滂沱大雨 但是風雨無阻的晚會 可以看到基隆市民真的希望 基隆是擺脫仇恨 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昨天基隆市民淋雨很辛苦 但是呢感覺好像一場雨洗去了基隆的仇恨 這些仇恨就是過去基隆人所厭惡的 所以今天呢這個大太陽 能夠把這個投票率來拉高 就是希望從今天開始 台灣的民主不要烏煙瘴氣 甚至呢不要再走向明年賴清德 腦中所希望走的大罷免時代 沒有一個罷免案是這個罷免的理由 三週可以換一次 四週可以不一樣的 能夠在各地來複製 這根本就是政治的操作 剛剛其實有看到我們那個國民黨秘書長 黃建廷秘書長也來到基隆市黨部的現場 就是因為黨中央其實真的非常關心基隆 從這個罷免案的立案開始 我們就召開了非常多記者會 然後也非常關心基隆 在網路上有很多的社群的協助 那大家都其實有不共睹 那守護基隆這件事情是國民黨 從上到下全部團結一致的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看到 大家都那麼有約的出來投票 所以就大家一起期待等一下視頻的選擇